上海迪士尼淡季 上海迪士尼全年淡季有以下几个 元旦假期后到寒假之前 寒假假期结束之后到清明节假期之前 清明节假期结束之后到五一假期之前 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到高考之前 大学暑假结束之后到十一假期之前 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到四年的元旦假日之前 除寒暑假以外所有的工作日 相对于来说都是游客比较少的时间 整个冬天都是游客比较少的 每年的高考结束后到九月十号之前 迪士尼的接待量是最高的